市管婴儿移植术后,最到什么时候可以检查出血HCG阳性? 田淑芬,北京佳恩德仁医院,产科,主任医师 这个问题的看胚胎着床的时间 因为胚胎着床后,第一天就可以在母亲血液中检测出HCG的值 大部分胚胎在移植术后三到六天着床 我们医院临床中曾经有一位市管移植后安胎休养的女性 曾经在移植术后第三天,个人原因迫切要求检查写HCG 结果提示为8MIU每毫升 这个结果基本可以证明胚胎已经着床了 所以患者的焦虑情绪也得到了缓解 因为正常未怀孕的人,HCG应该是小于1MIU每毫升的 后来这位女性在移植术后第八天 复查写HCG为108MIU每毫升 现在她已经成功的分娩了一个健康的宝宝 市管移植后三天查HCG是我们做过的 最早的可查出阳性结果的情况 但是也有胚胎着床晚的情况 例如我们有一位已经分娩的女性朋友 她在试管移植术后第七天查写HCG数值只有20MIU每毫升 随着这位患者详细的解释和心理疏导 帮助她舒缓情绪 后来的结果也是令人欣喜 因此我们不推荐过早检查写HCG的数值 应该给胚胎充足的观察时间 所以我会建议我的患者尽量在胚胎移植术后10天左右进行检查血HCG 看看胚胎是否着床 胚胎着床就可以检查出血HCG阳性 大部分胚胎在移植术后三至六天着床 专家建议尽量在胚胎移植术后10天左右进行检查血HCG 不建议过早检查血HCG的数值 应该给胚胎充足的观察时间 小的观察 小的观察